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德国的来因天使安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琪来自德国 一比气球身高 二十赛 十四胜 一平五步 安琪是大家非常熟悉地得过选手 那么曾经在武林峰的武侠梦风场当中 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是第二个人家 中国队高赛 安琪真的是我们中国观众的老朋友了 曾经在武林峰武侠梦风场当中进行过精彩的表演 而且这是第二次参加中国队光赛 她非常喜欢中国的艺术和武术 包括她的抱拳礼 虽然行得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我们感受到她对中国的热爱 我们把欢呼声送给安琪 鼓励她 下面我们请出有着阳光般温暖笑容的李丹 predictive governor 警察 视频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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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李丹 来自中国新疆 他的笑容就像新疆的阳光一样温暖 最高一比六五 战绩二十二战十六胜六步 第三场比赛 中国美丧女之战 有请蒋威场上执法 一 二 而且是设计深海上 他的对手是新疆的李丹 李丹打法比较凶 他主要靠他的队法 安琪的身高是1米70 而这个李丹的身高1米6 双方差五公分 但是今天这个比赛 我觉得安琪比他第一届 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 明显有进步 状态好 而且他非常的积极的主动备战 在赛前的时候 我们看他一直在听音乐的放松 来找一种感觉 使他使他自己内心更加的兴奋 从这点可以说明 他非常重视这场比赛 另外他打法比过去丰富了 腿法不错 有进步 安琪的状态整个比上次比赛要 这个女子比赛也是要打满三局 每局是两分钟 面对这个李丹 好了 这一场比赛 这个狼王拳手 秦军的李丹 明显是腿法优势特别的好 这个李丹这个也是满足了劲 这一开始啊 这个进攻的次数还是很多 从看安琪的这个左腿的内侧 和手臂右手臂 已经这个出现了 出现了红左 而且李丹主要放到的侧范 出现了 主要放到的位置 便利 πο 无人 出现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